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纪元记者肖律生报道 蔡慎坤,李嘉诚撤离大陆,获英等习两周,但遭巨戒 香港首富李嘉诚近年出手在大陆的资产,之后在海外布局 外界认为是离有先知先觉 独立评论人士蔡慎坤近日撰文说 其实是因为李嘉诚希望单独见习近平 苦等两周得不到回应,继而做出撤出中国大陆的决定 李嘉诚家族近年来不断地处理其在大陆的资产 如2023年,接连关闭旗下跨国零售集团屈城市门店 李嘉诚基金会减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249.30万股H股 总金额约为1.22亿港元,约合1600万美元,1.13亿人民币 外调位于上海市金安区的上海市级盛会广场等 1月22日,独立评论人士蔡慎坤在X平台上撰文说 很多人认为李嘉诚有先知先觉 最早选择撤离中国布局海外,躲过一轮财富缩水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传 他认为,李嘉诚之所以选择撤离 是因为中共党魁习近平不肯单独见他 蔡慎坤说,习近平在任国家副主席时 曾单独见过李嘉诚和李泽聚 2013年全面接班后并没有按惯例接见香港家族财团大佬 一直到2014年9月22日 习近平才会见了以董建华为团长的香港工商界专业界访金团 其中包括李嘉诚 蔡慎坤说,之后李嘉诚想要单独拜见习近平 报告已交给中办,但一直没有回复 李在北京等了足足两周,最后不得不打到回复 李嘉诚回到香港,立即召集核心成员 做出撤离中国的重大决定 而且要求低调形势不露声色 蔡慎坤说,之后,2015年9月12日 新华社旗下的《料望智库》发表了一篇题为 《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 外界才知道李嘉诚大规模撤资的消息 蔡慎坤说 其实到该文章出来时 李嘉诚旗下的项目和土地几乎都已匆匆一手 当年诸多评论认为该文章暴露了北京高层诸多秘密 如地产商的财富是在官商勾结的情况下获得 中共面临的经济问题很严重等 评论人士齐先宇当时在《新纪元》周刊撰文认为 《别让李嘉诚跑了》 这天文章实际是说 李嘉诚及共产党的权力发了财 现在共产党需要钱 李却跑了,能让他跑了吗 齐先宇说 这是典型的共产党逻辑 只要你沾上它,你就欠了它了 你赚的钱也就打上了中共权力的印记 这个钱虽然在你那里放着 可中共要用的时候 你必须乖乖地双手奉献出来 下面请听大纪元记者李运报道 中共国防部叫嚣台湾当归大陆民众质疑 1月25日 中共国防部声称台湾当归军队始终已行动说话 有的大陆网民质疑,统一了,我们能有选票吗? 统一了,还能享受这些国家的免签吗? 有的大陆民众说,只要他手中有枪,肯定倒转枪口,向独裁开火 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声称 台湾选举是所谓中国的地方事务 这次台湾两项选举结果显示 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 他续称,不管岛内局势怎样变化 台湾永远不是一个国家 祖国统一,台湾当归 军队将以行动说话 始终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5日下午,话题祖国统一 台湾当归登新浪热搜榜首 大陆网民纷纷嘲讽,天天打嘴炮,喊口号 天天喊口号,都听累了 有网民质疑,捧一了,我们能有选票吗? 能实现免费医疗吗? 能实现房产永久产权吗? 能实现1.7的房贷利率吗? 香港,澳门回归这么久 去那里依旧还要办签证 国外很多国家都免签了 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还要这么麻烦 台湾去100多个国家免签 统一了,还能享受这些国家的免签吗? 也有网民指中共做白日梦 和平统一,就是吃人说梦 分析,中共扬言攻台是放空炮 大陆资深媒体人黄先生 曾对大纪人表示 中共扬言攻打台湾 就是糊弄老百姓的放空炮行为 黄先生认为,所谓的武统台湾 就是一个笑话 比如当年佩洛西访台前 中共文攻武贺 军方密集军演 佩洛西访台后 军方空炮都没敢放 他说,网民有一句话总结得很好 敌人来了 我们就谴责 敌人走了 我们就演习 然后对外面放低身段很柔软 对国内比较凶悍 很刚硬 叫外揉内刚嘛 至于中共为什么只是打口炮 而不敢行动 黄先生认为 赵家人的钱财都在美国 你的美国打就意味着 自己奋斗一辈子 贪污了一辈子的资产 最后作为敌对资产要被冻结 如果战争结束了 要赔偿给老百姓 这对老百姓没有坏处 对赵家人没任何好处 大陆民众 手中若有枪 会对独裁开火 安徽民众周强也曾对大纪元说 我们现在有一批这样的人 占身边人的三分之一 支持台湾 他表示 中共党魁要武统台湾 我现在巴不得台海有一战 希望台湾能够把我们给收服了 台湾能够把大陆解放了 假如说现在两边发生战争的话 我有武器的话 我的枪口肯定会对着独裁这一方开火 辽宁民众江先生也表示 如果台海真的有一战 只要他手中有枪 肯定倒转枪口向独裁开火 他说 自己支持统一 前提条件是 让两岸民众投票选举 决定谁来做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他指出 台湾的领导人是民选的 也是合法的 大陆非法政府 想要统一合法的政府 是痴人说梦 江先生表示 台湾的民主 自由 普世价值 三权分立是大陆学习的榜样 台湾医疗免费 教育免费 养老有保障 我们有吗 台湾护照可免签证造访的国家一百多个 我们有多少 明白人一看就清楚了 谁统一谁的问题 报告 台海若爆发战争 危及中共政权 1月9日 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公布最新兵器推演报告 推估若是台海2026年爆发战争 在美国 日本 台湾 共同对抗中共的情况下 中共大带率会战败 并因此危及中共的执政稳定 1月21日 CSIS又公布了一份最新报告 调查收集了美国和台湾的80多位学者 以及外交官员 对两岸未来的评估 学者们认为 在未来五年内 中共可能会对台湾 实施隔离或是封锁 而非军事进攻 不过 隔离或是封锁的出现 将不足以让台湾 接受中共的统一方案 学者们还普遍认为 2024年将发生台海危机 报告称 随着台湾大选结束 有过半的学者都认为 台海在2024年会发生危机 不过 对于危机将发生于5月20日的台湾总统就职典礼之后 还是520就职典礼之前 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 同时 他们对于危机的具体形式看法也不同 台湾学者认为 中共在2024年对台胁迫最多将是非武力形式的 美国学者认为 环台军演发生的可能性更高 而封锁隔离或侵台的可能性则不高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